好 但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呢 我们看到这个外媒 几乎是拿着显微镜在看这个现场 你知道看看看到什么 看到杯子 杯子有问题吗 杯子有玄机吗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图 好 这个我们先来看 就是现场这个所有参与的 有没有桌上一致的 非常非常整齐滑 大家的口罩也一样 穿的也差不多 对不对 一致性很重要 杯子也都一样 有没有 杯子名牌 每个杯子都长得一样 这都是工作人员所准备 不是自己带进来的 有没有看到 然后你再跳到这边 哎 习近平是两个杯子 你看到这杯子都长得一模一样 是不是 跟他们这边都是一模一样 但习近平有两个杯子 光是一个杯子 两个杯子呢 这个外媒有各式各样的揣测 写了各式各样的文章 比方说有什么呢 有人说 外媒的观察 有一种说法是 古代只有皇帝能够穿金色龙袍 所以就要用这个杯子来跟大家区隔 我有两个杯子 不要说我权力特别大 那也有一种揣测是说呢 没有啦 就时间很长嘛 一杯水不够啊 多喝一杯水嘛 那还有在讲呢 也许是什么 不要啊 对不对 一杯可能是不要 一杯是水啊 一杯是咖啡啊等等 不一定啊 但反正不管如何 这个杯子引起了外媒极大的兴趣 我原理你怎么看 两个杯子 两个杯子我只是觉得说 因为习近平主席需要喝的水比较多嘛 所以提供比较多吧 就这样 很简单啊对不对 他需要比较多 不能说因为他 两个杯子就代表说 他的这个大意比较好 权力比较大 因为有两个杯子 对我觉得这样解释太夸张了一点 那万里旁边有人需要量更大 摆个三个杯子怎么办 这样省得很多人跑到他前面去加水嘛 这是个解释好办法 你从这个杯子的事情 被这个放大来报道跟解释 你就看到了外媒的视角 他本来就是最高领导人 这个有哪需要去强调什么 对不对 他往那边一坐 他是最高领导人 他哪需要在身上多摆一个徽章 多摆一个杯子 一定他需要的喝的水比较多嘛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夸大解读 那如果是三年任就应该摆三个杯子啦 但我倒是觉得啦 我觉得这个杯子反映了外媒的心态嘛 第一个当然就是大陆的体制是 在外媒来看是比较神秘的 所以有时候就会从这些细节当中去做文章 你怎么看待外媒 看待这个会议的视角 因为外媒面对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什么题材好报道 就没人看了嘛 其实共产党也谈不上神秘 因为他就是以党领政 党决定的就照这个执行 那每一个人在这开大会里面 这干部里面的讲稿 都经过大家核定过 哎呀这个政量兄委同意 哎呀这个大前兄委同意 我就照这个稿子讲啊 他们不可能有个稿子 没有经过他们的政治局开会核定的稿子 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要在治理行间讲说 这个人特别有什么含力 那个特别不会有的啦 那这个杯子只是让这个服务人员不用走到习近平前面去多加几十茶而已啦 那外媒不在这边做文章 他有什么好写的啊 那没什么好写啊 难道说哇习近平的衬衫特别的白吗 现在这也没什么意义啊 或者说习近平今天打了领带 怎么是紫色的呢 怎么不是红色的呢 对不对 那这文章没什么好做的啊 对 外媒写这个新闻啊 通常就跟写这个北韩竞争人一样嘛 对不对就是说会看到很细很细这个表情 这个不是第一次 对 2021年他两个杯子就已经被注意到了 他已经是连续 从2021到现在 都是两个杯子 都是两个杯子啊 那日本的记者是把他扯到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讲那个人走茶凉嘛 啊哈 然后就说 人走茶凉 所以呢 哲平日报2015年还写了一篇文章啊 辩证看待 人走茶凉 也就是说 政界换人换干部 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所以人走了 就不要乱讲话 那两个杯子就表示 他的茶永远都是这 那个时候日本记者是这样写 说他不会凉啊 不会凉 同时摆上去一定一起凉了 怎么可能不会凉 不是 他们就会被乱扯吧 这个日本记者好辛苦啊 连这样都没想得出来 总编辑一定跟他讲 杯子你要帮我写一篇特稿 你知道吗 如果要这样解释的话 字数要写满啊 好歹摆两个保温杯吧 这个杯到底为什么可以不凉 这种瓷杯蛮容易凉 对 至少摆两个保温杯 他们还注意到 帮各位领导倒茶的都是女生 然后帮习近平倒茶的是男生 这是日本人写的 2021年了 2022年 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 可能性不高啦 所以大家就看到 这个外媒很有意思 就是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要凸显区别很容易 对 就是大家领带颜色都一样 只有他红色的 还有大家都戴口罩 他不戴口罩啊 对对对 就这一类的 对对对 所以这是 戴口罩倒是比较凸显的 对对 领带就有点参差不齐啦 通常我们最近看到有 他没有统一领带颜色 没有统一领带 没有 习近平参加的国际场合也是一样 工作人员全部戴口罩嘛 就是比方说两方领导人不戴口罩 所以口罩是比较明显的 那另外你刚刚讲说这个领带 领带没有统一颜色 领带没有统一颜色 你看第三排还有人戴血纹啊 对对 对啊 红的都有啊 好像这好像这没有 应该是没有规定啦 第三排观点已经很大了好不好 就是深色西装白衬衫嘛 对不对 口罩应该是统一发放的啦 对应该是啦 对所以这非常非常整齐化一 当然在西方看起来 就这个景象很特别 好还有一个景象 还有一个细节我给大家看一下 回到刚刚那张 就是呢 当这个习近平大权在身啊 他喜欢谁 他不喜欢谁 谁有权他 谁没有权 所以就要看他现场的互动 投票的空档呢 就是习近平跟这个李强 全程持续交谈 那之后呢 在李强旁边的王沪宁 也加入了对谈 互动热络 来导播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中间的这个大框里面 让大千来谈一下 这个也让大家放大 这个睁大眼睛仔细看 这两个人果然 对不对 你怎么看待 的确啊 这两个人本来就是他的爱将 所以他跟他们互动热络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并不令人意外 那讲得更直白一点 现在大概所有的政治局常委 都是他的爱将 所以只是这两个人做的可能位置比他离他近一点 然后而且李强接下来是国务院总理 他跟李强多做一些互动跟交谈 因为接下来两会还要再召开 所以他们可能还有很多的议题要做这个意见上的沟通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完全不意外 因为李强王沪宁本来就是摆在这个习近平手掌中的几个重要的爱将 而且还排名在很前面 所以他跟他们互动热络很正常 互动不热络才有问题 在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像中国大陆这种会议里头 通常互动热络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大家要真正做文章的是那个互动不热络的 因为过去我们看过太多的例子了 就是那种坐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讲的 然后头都没转一下的 这个外媒做过很多次的文章 所以这种情况过去就发生过了 因此我觉得互动热络倒还好 只是接下来就是看 如果习近平所有的领导班子都是他自己的人马 那么接下来他的第三任要交出一张什么样的成绩单 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完全的情绪 但是你看中间那个画面 因为这个安排一左一右 当然跟左右的人讲话 你不太可能越过左边左边的左边 也要讲话讲不到嘛 但是不管如何 确实这两个人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个李强 习近平的这个救赎 那到这次要接这个国务院总理 所以说当然双方之间应该有很多 很多共同的一些话题 共同的一些话题 所以出现了这个场景 所以一个杯子 一个这个他热络交谈的这两位 都成为外媒所报道的焦点 我们要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他就会有折扣喔